整体来说你还是要看整体市场上面的一些供给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供给来说的话 今年的一个表现其实还是跟去年相较 这个绿色是二手屋 然后我们的黄色是新建案 然后这是全市场的一个量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在市场上面的一个供给量来说 2024年的一个部分 是往下递减的 其实往下递减 为什么呢 这也必须要说 新清安大概把整个市场上面杀了将近三成的案量 把它消化掉了三成的案量 那我们大概也知道 今天不动产市场上面你的价格要去有修正 一定是买方他有得选 买方没得选的时候 就只能够看卖方怎么要求你 可是如果说买方有得选 然后买方也会相对也相对比较少 买方相对比较保守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价格就会比较有机会松动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再说 如果说是以整个这样子的市场上面的供给的低量来看的话 或许它的表现不会这么样子的明显 要直到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2025年新的案子 旧的案子搭在一起 把整个伪售量拱上去的时候 那时候消费者你到市场上面 你会发现这东西好像可以挑了 因为我相信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有去看房子的民众一定有一个感觉是 怎么没有东西可以看 但是你现在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这边有案子那边也有案子 然后条件都还不错 价钱也还可以 但是虽然修正幅度不会很大 可是你可以选择多了 那关键在什么 关键在于你今天这个购物人 有没有现金你借不借了钱 是OK好所以整体来说 接下来的价格松动你说才刚刚开始 但是因为没得选嘛 现在的供给量并没有增加 所以可能价格松动的幅度不会这么大 可能明年大家会比较有感了 是OK好这解决了价格的问题 其实想要买房子 不管是刚性需求或者想要做投资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比如说我就是两三年前买了预售屋的 我现在该怎么办 整个交易进行到一半了 我哪里可以借到便宜的钱 我哪里可以捡到便宜的区域 休息一下 房市的五大问 持续行到加行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